大家好,今天继续聊一聊越南的亿万富翁吧 因为之前我也讲过越南的经济 包括越南的房地产 包括越南的制造业出口 很多人觉得我高估了越南这个国家 觉得越南还是那个非常贫穷乐厚的小国家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 在这20年间越南已经经过了很长远的发展 现在越南的经济已经远远不是10年前的越南可以比你的 不仅在它的股市屡破新高 越南的股市现在是全球涨幅第一的股市 而且它还诞生了一大批新进的亿万富豪 根据202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富豪海洋榜 越南一共有7位亿万富翁入选 这是自福布斯公布一万富豪名单以来 越南入选名额最多的一次 这7个人分别是诺瓦地产的老总裴行人 温纳集团的范瑞瓦 就是越南的首富 越捷横空的阮氏芳草 还有核发耕铁的陈天龙 科技商业银行胡雄英 长海汽车的陈柏阳 马山集团的软灯光 当然这些名单可能我们只对越南的首富范瑞瓦有听过 其他的人是包括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这里面涵盖了房地产汽车 还有航空科技银行钢铁 可以看起来和我们中国是很相似的 都是集中在这些大宗消费品 比如房子汽车 以及房子汽车点生出来的钢铁 还有银行业 还有横空业 越捷横空 是越南最大的横空 其实除了首富范瑞瓦的资产 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的资产现在是62亿美元 其他几位富豪的资产都增长了很多 而且我这里还要提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全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他的身家是30亿美元 其实特朗普在当总统不治之前他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 当然他是富二代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美国的亿万富豪 但现在他的身家只有30亿美元 已经很久没有增长了 而越南的首富范瑞瓦 身家是他的两倍还多 越南这个七个富豪里面首次诞生的一个女首富 女首富阮氏蜂草 他的身家也超过了31亿美元 也超过了美国前总统陈隆浦 他现在担任胡志明市发展银行的董事会副主席 越节横空的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陈百迎是越南的汽车大王 他一直在福布斯有名 目前拥有16亿美元 和去年是持平的 可以看出来他的身家没有太大的增长 其实今年全球一共有2668位亿美元富豪登上福布斯 派行榜单 比去年减少了87倍 这和历年是不一样的 因为今年 为什么今年的全球富豪的数量比去年还少 因为今年的股市的价值点是比去年低很多的 因为新冠疫情还有股市下跌的影响 全球的亿万富豪的财富缩水了很多 他们现在总共拥有12.7万亿美元 比去年同比减少了4000亿美元 目前最富有的还是特斯拉的首席支援官埃罗马斯克 他的身家达到了2190亿美元 紧追其后的是亚马逊的老板 杰夫·贝索斯是1700亿美元 后面的比尔联合超市人 就是比尔盖茨 他现在身价只有1291亿美元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富豪榜排名靠前的还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富豪 包括越南这个国家 他的首富可能财富总额只有不到美国富豪的零头 只有人家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说明美国还是在富豪方面还是遥遥两线于其他国家的 同时我们也看出来越南这个国家发展得很快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可能两三年后 越南首富的身家就会突破100亿美元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对于我们中国去越南投资的一些老板 还有一些商人 我也是非常看好他们的 在越南这个国家会有更多的机会 他们的财富 包括他们的身家可能会去越南投资之后 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 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对视频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是有其他想要指出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群交流 大家再见